德国人担心军援乌克兰的后果 美国退出欧洲会给德国带来新的机遇吗 这期节目我们就说是这个话题 巴以冲突爆发以后 美国因为内斗严重 财力匮乏 无法同时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 拜登政府就想出了新的办法 打算把对乌克兰援州的主要责任甩给欧洲 承担主要任务的就是欧盟中人口最多 经济最发达 财力最强的德国 德国的索尔斯政府看起来也很痛快 不但接下来这个任务 还积极组织欧盟各国 筹集了500亿欧元的援乌资金 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 因为不同意索尔斯的做法 被迫在投票之前离开了会场 这样一来 继续支持泽连斯基政府的任务 就落到了欧洲 特别是德国人的头上 对这个事不少的德国人忧心忡忡 这不仅仅是个经济负担 而且是一个烫手的政治善欲 这将给德国带了什么好处 是良好的国际声望 还是一战二战内的灾难 很多德国人心里是不脱底的 前德国商报的主编 加伯尔·施泰因·加特 在《焦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美国退出以后 德国需要每年拿出一大笔钱来支援乌克兰 一切后果都要由德国社会和公民来承担 他认为从这一刻起 德国就已经输了 施泰因·加特引用了一本书 题目是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十岁 他热切地等待着德国军队的最终胜利 所以每天都跑到警察局 在那个公告栏上 阅读陆军最高司令部的胜利公告 可是到了1918年的11月11号 公告板上啥都没有了 德国投降了 于是这个少年也崩溃了 施泰因·加特担心 今天的德国可能很快会遭受此类的命运 乌克兰在西端的城镇 距离柏林不到十个小时的车程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 用猛烈的炮火和坦克突击向前推进 基辅不但遭到空袭 与此同时 美国人正在退出欧洲战场 再过几个星期 美国国会批准的军援就会用完 共和党根本不想为乌克兰战争再投入任何经费 民调领先的特朗普公开表示 我们再也不会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投入无限的资金 而德国在乌克兰战争中 事实上已经是最大的输家了 德国失去了可靠的低成本的天然气的供应商 在2020年和2021年 65%的德国进口天然气是来自俄罗斯 在德俄经济关系鼎盛时期 贸易额超过了800亿欧元 更不划算的事情是 美国撤出欧洲 德国支持乌克兰 必然导致俄罗斯会把德国视为最主要的敌人 德国将被迫走上大幅度的增加军事预算 重整军备的道路 这意味着德国必须把大量的资金 从民生领域抽出来 投入军队建设 今天德国的军费开支 是占到了GDP的0.5% 继续增加军费开支 再加上援助泽连斯基政府 德国联邦预算的16% 都要丢进战争的泥潭里 如是人们不禁要问 索尔斯政府为什么要主动的揽这么个大麻烦 施泰因加特在文章最后的一句话 可能揭开了谜底 他说到目前为止 德国一直靠着美国人的铁碗 存在于欧洲 那只手现在正在松开 德国应该为没有美国监护人的生活做好准备 德国历来是欧洲的政治大国 两次大战的失败以后 德国人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能力 二战结束以后的几十年来 联邦德国政府和民主德国政府 分别成了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傀儡 两德统一之后 原来属于东德的领土人口军队和生产力 加入了联邦德国 自然也壮大了北约的实力 但德国毕竟是有历史底蕴的 即使打了两次败仗 也不会甘心屈居人下的 在被美国控制的这几十年里面 德国在商业工业和科学方面 依然有着长足的进步 美英很清楚德国的可怕之处 因此对这个国家进行了 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洗脑 消灭了承载德国传统军事文化的 荣克地主和普罗斯军官团 但这并不能完全消灭 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和国家荣誉感 如今英国早已衰落 美国退出欧洲也只是时间问题 德国的机遇可能又回来了 通过乌克兰战争这个契机 发挥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说不定就是日耳曼民族再次崛起的契机 因此虽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索尔斯政府还是坚定地走上了 援助乌克兰的道路 不过当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和控制程度 衰退到一定程度 无法再操纵德国的时候 德国的政治家们可能就会表现出 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政治姿态了 好 这句话题 我们就评到这里 好 这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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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句话题